大家好 我想我用大約15至20分鐘 我是Astri 應科院 Apply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我主要是想說回 在Metaverse裡面 現在有什麼場景大家可以用到 以及我們在應科院裡面 已經在不同的客戶做些什麼 我們的Theme叫做 Non-Gaming 大家一聽完宇宙的時候 這個遊戲怎樣 我去哪裏買一個Sandbox 買一個地 我們其實不是一個Commercial公司 不是很想做這麼多遊戲的東西 但我們想做背後的技術 接著應用在社會上不同的做法 所以你待會聽到一些案例 就是我們已經在做或者做了的一些應用 希望你們可以感受到Metaverse 究竟在不是遊戲那裏 有什麼應用可以什麼回事 簡單介紹應科院 我們其實是一個半政府機構 我們主要是做研發的 有差不多600個工程師 在深圳有差不多70個工程師 我們的工程師其實在香港除了大學之外 學歷是最高的 有23%是博士生 有56%是碩士生 所以80%以上就是碩士和博士 他們都是從很多不同的大學也好 研發機構也好過來 基本上都是有頂尖技術的背景 但如果你看回我們叫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用為主 就是我們做的事 每一個project都要有industry的sponsor 譬如City今天 就是其中我們有幾個project的sponsor 就可以做到不同落地的事 我們有一千多個專利 其實至今已經有千多個我們叫做真是落地的項目 去到業界的項目 很多人就問你跟科學員數碼講有什麼分別 其實科學員數碼講第一就是地主 就是他租東西給人 第二就是他的mission在政府 就是incubate startup 就是他將start up整個大器 我們的mission就是一個research institute 研發機構 我是做深度的科技研究 包括很多香港政府應用的smart city的研究 研究什麼領域呢 這裡很簡單講我們的六個initiative smart city我們做得很多 待會會講一些不同的smart city的項目 最近做了一個如果你們有留意 就是叫車聯網 就在沙田那裡有個14km公路 那車聯網是什麼呢 其實你無人車就大家都知道 automatic vehicle 無人車裡面的技術大家都知道 又可以拍車 又可以很多東西 大家開特斯拉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車外面跟電燈柱溝通 跟手機溝通 跟人溝通 跟不同的無人車溝通 跟有人車溝通 這件事就是可以減低安全的事故 也都做到譬如我們在機場 現在有些後面有無人車 將行李用robotic射載 無人車載到你的terminal那裡 那裡面的機場的運作怎樣避開 有沒有飛機過來撞到無人車 全部就是用車聯網去做一個結構性的改造 下個禮拜運輸處局長和處長都會過來 其實我們在說五年圓景 十年圓景 二十年圓景 我自己的願景就是譬如說河吐區 其實河吐區可以全部無人車 接著可以無人車過關 去深圳回來 深圳已經有license 香港沒有 我其實push局長 我們這些無人車license 用車聯網遇到技術安全的話 應該怎樣做 第二件事就是大宇山或者雨景灣 是否可以整個大宇山十年後 是一個無人車可以做完所有的交通工具 這些是遠景 裡面有很多法例上的事情 安全上的事情我們要做 但是技術在這裡 香港唯一做車聯網技術就是應科院 華為都是用我們的技術 華為是不同的內地的車聯網的應用 都是用我們的技術 第二件事就是fintech fintech金融科技其實我們做得挺好的 不同方面的金融科技 最近做過一個就是不拿別人的數據 而有數據的分數的一個形式 叫做faturated learning 聯盟式學習 這個faturated learning 我給你一個例子很容易明白 如果你問Openrise 問LalaMove 問Octopus拿他的數據 他死都不給你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形式 譬如我是一個餐廳我要借錢 除了我看Transunion的紀錄之外 其實如果在Openrise裡面 這間餐廳開了多少年 裡面有多少transaction 是不是一個假的餐廳 他在九龍城開法國餐廳 九龍城法國餐廳的存活率是低的 即是說我不想借那麼多錢給他 有個分數會出來跟銀行說 銀行看到分數本來打算借他70% 這間餐廳我借到85% 這些就是這個應用 可以不拿數據的情形 有一個faturated learning 就是後面的algorithm我們研訓 譬如你做腸胃鏡 現在醫生戴著AR眼鏡 可以看到AI裡面叫你割了這顆息肉 最後決定在醫生裡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要醫生自己決定 但醫生就可以很舒服地 AI告訴我這樣做 你自己再做一個專業的決定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我們不只做IoT 因為大家都在說IoT 其實IoT是它做甚麼 現在很多就是IoT加Sensing加Optics 各方面的事情看到它怎麼做 這個很有趣就是 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最近看到有游泳池意外 游泳池意外就罵救生員 要看市民的反應 是不是它睡著了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跟一些發展商商商 就是我們用一個叫做LIDAR的技術 光學雷達 就不用看到人的樣子 因為你在游泳池拍攝著它 它就說我穿Begini 你拍攝著我 是不是私隱問題就不肯 我們看到它的movement 這個movement就是說 如果我快要浸出 我有一個movement 就響Alarm 救生員如果睡著了 看到Alarm都會起床 看看能否救到那個人 這些技術其實可以在很多方面形容 其實後面就是一個LIDAR加IoT加Sensing 三個技術 美國逼一些人回去生產芯片 其實這件事 我們是做這個碳化龜 即是silicon carbide的技術 在香港是排隊人的 這個就是包括後面 我們叫做3Dimension的Integrated Circuit技術 Metaphers是今天的主角 Metaphers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的事情 Metaphers的名字還未出來 其實ARVR眼鏡就是Metaphers 現在是ARVR加上MR加上AI的一個Integration的做法 都是Metaphers的一種 我今天想說的 因為只剩十多分鐘 就是應用 我們究竟應用是甚麼場景 你在後面面想到每一個場景的應用 其實有不同的algorithm在後面 支持這些應用 這個algorithm我就這裡五一一介紹 包括我們3D mapping 裡面的技術 用到3D的GIS 用了vision-based platform 用augmented reality的data visualization 各方面的不同的技術 這些技術其實我經常說可以重複 即是不同的應用可以重複 但是跟業界說你不說應用 他其實不明白 你說完之後 明白的人當然有 但明白的人通常不會花錢去買應用的人 所以我們通常現在是說應用 你究竟怎樣可以有pile到 我們才在後面講的algorithm 舉個例子 就是3D mapping 我們現在跟lands department 做1,200個public building 包括港鐵的其中站 就可以進去做了3D mapping 在裡面 現在是未做到的 現在是outside 我們叫做noninterior的3D mapping 這個3D mapping 其實有很多應用場景在後面 消防署 它不用最update的 一個月前我知道了 那個mall裡面 哪裏擺了東西 我救火的時候一看 跟現在已經很差勁 現在這個2D map 甚麼都看不到 這個3D map已經知道了 哪裏有疑然物體 哪裏有障礙物 我怎樣進去 很多應用場景在這裏 這個3D mapping的技術 我們其實就是 用了我們的3D algorithm 再加上裡面的AI 再加上裡面的cloud-based technology 令到3D mapping 每一個building 那麼lands department 有survey 他的survey 應該是一個月兩次左右 就會update這個3D mapping 希望後面做到是一個公眾數據 就不是你好像現在去mall那裏 有些懶是3D的東西 你看到就是走去哪裏 後面其實你可能就很簡單這樣 已經自己這個model 可以完全是一個metaverse的一個做法 後面可能有戴上眼鏡 可能可以做廣告 有不同的應用場景在裏面 這個是我們應科院自己做的 我們的應科院reception 裡面基本上可以做到 就是說如果後面其實消防署 例如是一個應用可以做到的 另外這個應用也是我們叫做 vehicle inspection 現在在運輸處做的就是 牌照續約的時候 戴一個ARVR眼鏡 完全可以看到你裡面所有的牌照 譬如的士你要貼在哪裏 以前是人手那裏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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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我相信現在在製造 製造完之後 全部就會自動化了 是一個AR的inspection 很快地可以驗到 整部的士究竟是否qualify 裡面的貼紙那方面 是否可以做到完全是一個眼鏡戴下去 已經看到應用場景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應用場景 另外譬如我們和醫管局 有一個應用場景就是 同樣的技術可以做到你拿藥的時候 你是拿到exactly哪種藥 幾多粒藥就不會出錯 即不會出錯是比較大的一個term 即是減低出錯率 可以做到很多藥品的deployment 在各方面 很多不同的場景可以用到這些技術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剛才說 我們和City Telecom CBC都有合作 就是做了一個remote maintenance 就是data center 我data center裡面 其實現在是不需要前線的人 知道太多的技術背景 我後面有個team 在headquarter那裡 前線的人戴著眼鏡 眼鏡可以看到哪條線有問題 可以用到sensing detect到 究竟哪條線要拔 哪條線不拔 後面拔了之後會怎樣 整個remote data center的maintenance 都可以做到 我剛才說過包括digital health 我們亦都有不同的digital health application 就是construct了人體裡面的organ 讓醫生有技術上的支援 醫生會知道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3D的心臟問題 電腦告訴我應該怎樣做 最後怎樣做都是由醫生決定 但起碼還有一個電腦的advice 內地已經implement improvement 我們用IoT和sensing的技術 去做adtech 這個很有趣的 這是我們同一個國際學校 剛剛做了一個project 就是學生在zoom上課 第五波的時候 大部份人都在玩手機 有些打機 有些在聊天 有各方面的事情 我們用普通的camera zoom 可以detect到學生的眼球 他如果看著手機 眼球會向下 如果他看著鏡頭 就會直接看著鏡頭 每一天有個分數出來 最差的五個分數 就知道他打機打得最多 老師就會warn他 第二天 學生就會不敢做這件事 這個其實可以implement在很多場景 大家都不願意 我們都zoom很多 zoom的時候經常玩手機 其實都未必想要這個應用 但其實學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以做到這個應用的做法 那NFT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NFT 玩NFT各方面的事情 但沒有人知道NFT 我要證明我是我 要影響身份證 我要拿我bank statement 你把銀行補給過去三個月 寄去銀行 銀行去過charge union 分析一下你 借不借錢給你 借完之後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完 再決定批不批你這個none 或者給多少interest 其實這件事 根本所有東西都可以automate 那麼automate 了它 譬如你在一個metaverse world 那裡 其實你authorized了 就可以做完這件事 更進一步就是 現在政府有I am smart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I am smart 就是其實已經可以 你申請竹牌 那些東西 它已經verify了你是你 如果verify了你是你 我根本就不用影響我身份證 即我identity一出來 已經知道我是誰 但我也不想 或者未必想 完全讓你知道我是誰 你可以選擇 譬如我說我是30歲 我可以說我只是在range 決定放出去25至35歲 我50萬元人工一個月 我在range 就說30萬至10萬元人工一個月 那你知道了你是誰 那時候 你想想後面的mass marketing engine 是幾大 即如果新世界周大福 說我要找那些25至35歲的年輕人 人工是50萬元以上的 我想推一個新的 什麼什麼最型的金幣給他 那這件事馬上可以做到 那我們就是在做這個 叫做NFT identity 在NFT marketplace 加上data analytics的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我們其實 現在work on with I am smart 就是起碼在香港 證明到我自己是誰 也work on with不同的銀行 可以知道所有收費等各方面的東西 那這件事是要自己authorize 就是我們的平台不會幫你authorize 你自己一個私隱的程度 那另外就是我們做很多Avatar 大家都知道Avatar是什麼 我們其實已經做到可以整個3D的模型 那就完全金賣口譯在script 上說話 那就是說什麼呢 如果你去到後面 其實就是office automation auto indexing裡面不同的技術 可以做到就是 這個我是KOL 我不用每天坐在那裡做KOL 譬如現在內地很多的做賣網紅那些 其實我將你的3D圖譯 當你學到一千次的時候 所有的動作都學了你 然後你的transfering和video subtitle 那這件事就是 你imagine就是 現在你今天下去錄口供警署 希望不用了 如果有錄口供的話 其實警察要寫的 你如果說粗口 他要寫那個粗口 因為粗口可能express了 你某一個emotion在裡面 我們現在在香港 在廣東話加英文加普通話 當然英文加普通話 我們用後面有不同的平台 但在廣東話這個技術 mixed language 我們香港是準確論 No.1 這個準確論 No.1 其實可以做到 已經做了 就是警察那裡 就要roll out 在錄口供的時候 可能我的accuracy是90% 那它錄完之後 你便改一些字 最後那10%改完 它可以省很多時間 那這件事是machine learning 越專門的東西 需要的時間就 需要的learning就越容易 越廣的東西就越難 就是你隨便在那裡吃飯 在那裡吹嘴 那些就很難的 因為machine learning 要learn很多 如果你在court裡 要做transcript 那些是容易的 因為講來講去court 都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模式 那我今天講的 其實就是 主要就是algorithm在那裡 應用的場景是無限的 希望後面可以推動到metaverse 不只是遊戲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應用在後面 多謝大家